技術發生在我們當中 這件事也是發生在這個增加 這是以前我就聽他們說的 尤其我們的莊神父 他是實際的例子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們台語說很鐵氣 牙齒好像鐵一樣 很鐵氣 他說叫我去做神父 要把他抬起來 不可能 做神父那不可能 那是真的不可能的 白行事要做有可能 但是你叫我去做神父 一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是很清楚的 在我們面前的莊神父 他有沒有當神父呢 有 對 鼓勵鼓勵 好 所以這就是天主營養的成果 天主恩寵的成果 有天主的恩寵 充滿天主的恩寵 那就能夠成就美好的事情 所以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萬福瑪利亞你充滿恩寵 因為聖母瑪利亞充滿恩寵 天主的那個奇能就在他的身上 在他結束人生的旅途的時候 連魂肉身就一起升天了 這個聖招對我來說是跟家族有關係 家族有關係 那有長輩是修女 我的阿姨是修女 然後我的親大哥也是神父 那以前會有很多年輕神父 常常會來我們山上 然後他就有時候神父就問我說 欸 均勒你要不要當神父 那我就說不可能 我會打個派 打死我都不可能 不可能去 不可能去 後來就是 神父也常常來 常常鼓勵 那 常常就會問啦 就會問 要不要當神父 問久了之後有沒有 我就說 你不要再問我了好不好 我如果願意的話 我就會自己去啦 就會自己去 那 後來就是因為哥哥的過世 就是莊神父 我這邊那個大哥過世 那 又有神父就是舊主會的莊神父 就問說 欸 均勒有沒有興趣當神父 那我說 那時候沒有說 打死我都不可能去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考慮看看 我考慮看看 那 家裡面的長輩 每天都在念玫瑰經在祈禱 都在念玫瑰經在祈禱 這可以追溯到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他說 欸 我們家什麼時候會出一個神父 那後來 第一個我大哥當神父 莊貞德 莊神父 他當了神父 然後後來 我也 大應了天主的招教 張神父就是 棄而不捨的 每次彌撒就問 每次彌撒就問 那我說好神父 哪一天我就拎著包包去你那邊住 所以說在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之前我就跟我的父母講了說 我想去修道 我想去修道 那我爸爸只跟我講說 你要去的話 你就要專心 你就要專心 那我說我盡量啦 我也不敢說我一定會成功 一個山藏小孩子嘛 在山藏也慣了 也慣了 然後就去 那張神父很有耐心的教導 教導 然後我九月進去 十二月舊主會就收錄了我 就收錄了我 然後隔年的三月二十五號 聖母聖天節 就是一九九六年 聖母聖天節 我入了初學 入了初學 所以一九九七年 我成為真正的舊主會的會師 對 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畢竟聖昭是需要 留一段時間的磨練 是 你自己在這當中有考驗嗎 就是一盤封鎮 這方面的話 就以前我也在工作 我也在上班 那時候就是 上班那種生活有沒有 你就是要應酬 要應酬 那時候一個星期要上五天半 星期六要上半天 然後一到五 可以說每天都要應酬 每天都要應酬 都要喝很多的酒 我想說不行這樣不行 這樣會把身體弄壞掉 那我改變一下生活 改變一下生活 那是不是天主要我改變生活 我不曉得 那我就想說 我再繼續這樣赤喝下去的話 我身體會壞掉 那我就改變一下生活 我也跟父母親講說 我想改變一下生活 那父母親也很鼓勵 所以我整個家族的長輩 等於是每天晚上都會念晚課 念玫瑰金念晚課 他們都為我的聖招來祈禱 所以我就 可以說我的聖招 就是這些長輩們祈禱來的 我沒有聽過這麼大的筍子 而且很嫩耶 我三個去踩 哇 這個叫 這個叫旺德 這個叫愛德 哦 沒有信德 信德沒有來 順德上班 今天要加班 神父你們都長得很像 這個順德 順 順 所以我叫缺德 哈哈哈哈 就是缺德沒有錯 就實字 沒有啊 你實字做啊 實字做啊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真的嗎 他們的名字就叫 對 對 大哥叫莊貞德 哦 二哥叫莊信德 三哥叫莊望德 四哥叫莊愛德 然後這個叫莊順德 老五叫莊順德 我叫缺德 哈哈哈哈 都沒有啊 這不斷就不斷就不斷 不用斷就不斷 不用啦 沒有信仰都沒在出來 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有在幫你煮東西 你不斷就不斷 沒斷就不斷就不斷就不斷 他就也不斷就不斷刂 第三 welcoming 謝謝 你要 Oil 哎呀 喔 我 santé 你現在去 помог 我還敢拳 你這臭 沒有 然後然後要 onto 我准备一下 我把你抬上去 是啊 好啊 回去 好 特随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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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